Hello 大家好 今日分享這部Grabber NL205-180DUO的滑板車 騎行感受 首先簡單介紹一下這部滑板車的特點 一秒接合前車輪205mm 後車輪180mm 人體工學的手柄 它是一部輕巧的滑板車 重量大約是5公斤 因為這部滑板車前後都沒有被震 路面傳來的震盪騎行者會吃光 所以感覺會很震 踩得久會有些不舒服 當然如果踩單車徑就沒有這個問題 平滑的單車徑就非常適合這部滑板車去到行駛 如果用這部滑板車踩長途的路線 我就不太建議了 這部滑板車踩下去其實挺好去 亦都因為沒有被震的關係 踩下去的力量會全部用去推動 滑板車 總括來說 這部是一部不錯的滑板車 但不適合長途歧行 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 再見